行,那还有点时间了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除了转换成为整数之外 我们还有一些转换 来,大家看看 来个06 这个叫转换成为什么呢 转换成为这个浮点数 浮点数 浮点数是什么数呢 就是小数明白吧 好,我们现在可以写一个吧 来个A等什么呢 A等一个字符范 来个这个12.34 我们怎么样把它转换成一个浮点数呢 其实很简单 刚才转换成为整数 用的是int是不是 转换成为浮点数就用什么呢 float 这个内置类 把A给拿过来 B等于它 那我们可以答应一下这个B 看看这个B的结果 大家看 它的话呢 就是一个数字的12.34 12.34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工作 就是B加1 大家看 B加1的话 一个浮点数 就是一个小数 12.34加1等几 是不是13.34了呀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好 使用这个 使用这个内置的什么呀 内置的这个 float这个类哈 内置类 可以这个将 其他 类型这个数据哈 数据 转换这个 成为这个float啊 浮点数 好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好 这个很简单的啊 类是什么意思啊 你先不用管这个类是什么意思 我们讲面向对象的时候 跟大家讲到啊 先别管 好 除了这个 除了这个完了之外呢 还有一个情况啊 大家看 如果我这样写 float 我把谁呢 我把这个hello 转换成我们这个 来个c吧 大家猜一下这个 这个会怎么样啊 c.print的 这个会怎么样啊 运行一下走 这个是不是也转换不了啊 转换不了的啊 如果呢 你这个啊 如果 如果这个字符串啊 不能这个被转换 这个成为什么呀 成为这个 有效的这个浮点数 会怎么样的 会爆错啊 好 这么一个概念啊 对很好啊 大家这个一直在跟我互动啊 呃 这个胡同汉啊 你这个怎么样 保证自己不走实啊 你就听着我的 跟着我的思路走 明白不 哎 要这个怎么样呢 要要要要有 要有这个 要有这个紧迫感啊 跟着我来走 然后呢 多互动 明白不 不能再走实啊 这个走实的话 这个如果一直走实的话 我也没法盯着你啊 因为你不在我面前 是不是 好 还有什么情况呢 大家看 我问一下大家 我能不能把一个什么呀 来一个c 我等一个什么呢 c等一个这个100 101 这个101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101是个整数是不是 我能不能把整数 转成一个浮点数啊 flot啊 来个多少呢 来个这个c 我们看看能不能转换啊 来运行一下走 大家看啊 这个地方 是不是变成101.0了呀 101.0了 看到没有 对是可以的啊 浮点数小数 它不就是小数点的问题吗 101.0了啊 好 这么一个概念啊 这是转换成为浮点数 OK 这是一个 那 除了转换成为浮点数之外呢 我们还有啊 大家注意 还有怎么样呢 转换成为这个字符串 好 我就接着说了啊 要转换的数字 如果不使用引号起来行吗 什么意思 转换的数字 如果不用引号引起来 大家注意啊 这个 你加引号和不加引号是有区别的啊 如果你这样写 大家有朋友问 我知道他啥意思啊 flot 然后这样写啊 来个多少呢 来个这个 来个什么呢 来个这个 嗯 12 跟这个 比较print 跟这个flot 然后多少呢 来个这个12 这两个 他们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他们得到的结果都是一个什么呀 我们来个m吧 m等于他 然后再来个什么呀 再来一个这个n吧 这两个啊 打印的结果 m和n 他们的结果是一样的吗 其实是一样的啊 大家注意 我们看看 来看看 不认得这个m 然后再来一个多号n哈 我们看看m的结果 是不是一样的 来运一下走啊 大家看是不是都是12.0呢 他俩的结果呢 都是一样 都是把这个 都是转换成了一个浮点数 但是他俩的意义不太一样啊 这是干嘛的呀 这个是将字符串 转换成为浮点数 是不是 这个是在干嘛 将什么转换成浮点数啊 这是将这个什么呀 将这个整形 数字啊 转换成为浮点数啊 他俩之间是有点 有一些区别的 结果是一样的 但是他俩的这个代码的类 这个过程是不一样的 明白吧 没有问题吧 那个杨西流 没问题了吧 啊 OK 这是我们说的这么一个过程啊 好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一个啊 再跟大家说一个 类型转换相关的啊 来一个07 这个叫转换为什么呢 转换这个 成为这个啊 字符串 转换成为字符串是用什么呢 好 大家注意啊 你就记住几个啊 就是这个转换成为了 这个使用哪个呢 使用这个str 这个叫内置类啊 可以将什么呢 可以将这个 其他类型的数据 转换成为呢 转换这个 转换啊 转换成为这个字符串 好 你比方说我现在有一个数字啊 注意我说的是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叫34 这个数字34 然后呢 我想把它转成字符串 我可以这么写呢 str 这个a 大家注意啊 来个b结果啊 b的结果呢 b.print 大家看看这个结果 这个b啊 它现在就是一个字符串的34了 虽然你打印的话呢 看不出这个东西来啊 但是你也能知道这个 这个结果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字符串啊 那他俩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啊 数字的34和字符串的34 有什么区别呢 哎 对 有同学 对 有同学知道啊 我们可以用type这个b 来打印一下这个类型 哎 我们可以用这个type这个a 再打印一下a的类型啊 点print 看看这两个之间 有没有什么区别啊 大家看 上面这个类型啊 你看a的类型是个什么人啊 a是个什么 a是个硬的类型 b又是个什么东西 b就是个字符串了 哎 那这个哎 对哎 方峰说的很对啊 哎 童韵说的很对 他说这个运算规则不一样 变完之后啊 虽然你打印啊 大家最爱我跟你说啊 你看如果你打印这个 打印这个a啊 我打印一下a打印一下b啊 pull一下这个a再pull一下这个b啊 这两个值啊 打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啊 你从这个打印的结果上来看啊 都是34 这个呢也是34 这个是34 然后这个多少呢 这个也是34 哎 从这个打印的结果上来看 你看不出区别来 但是啊 他们之间呢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啊 呃 冯峰说的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偏差啊 不是叫不能做运算 是有一些运算不能做啊 啊 他的运算规则不一样 童韵说的很对啊 就运算规则不一样 好 大家可以看看啊 如果是a a现在是一个印的类型 我a加1打印的话 这个结果是不是给我们打印了多少啊 35 但是如果你b加1的话 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了呀 哎 大家知道这个怎么样了啊 这个呢 就会报错啊 为什么报错啊 因为b呢 它现在是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做加法云算 直接会报错 哎 对 很好啊 说明大家掌握的还可以啊 啊 很好很好啊 好 这是一个概念啊 掌握成为字符串 好 有同学 刚才有同学问了我这个 这个代语豪是吧 问是否表示大小 这个先不着急 这个大小的这个关系的话呢 我们下午讲这个云算符 我跟大家说到啊 好 这是我们讲的这一块的东西啊 这个大家应该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概念吧 好 OK 我们把这个呢 跟大家停一下啊 вый cuent sagt啊 啊 oops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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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